2019年1月23日,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在切塔姆音乐学校举办曼城之春中国新年音乐会及春节招待会。 英女王大曼彻斯特副代表、曼彻斯特市长、英女王大曼彻斯特司法都督及领区工商界、侨学界、中资企业代表等350人欢聚一堂,吸引新春。 郑西元总领事发表讲话,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从战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他指出,2018年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牵强领导下,中国经济以6.6%的增速稳定发展,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中国还将坚持过大开放,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同各方一道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表示,这一年,北英格兰对华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桥界与当地社会互动更加密切,为中英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总领馆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桥社在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做贡献的同时,发挥桥梁优势,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不断夯实中英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积极关注和参与祖国的发展建设。 英女王大曼彻斯特副代表格里菲斯,曼彻斯特市长黑陈女士,曼彻斯特英中协会执行总监申瑞和曼彻斯特华人社团联合会会长任杰宜分别致辞,向当地华人社区和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表示,大曼彻斯特地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远远流长,兴建当地对华合作强劲发展,呼吁各族群加强对话,增进团结,共同把握中国扩大开放带来的机遇。 英国皇家园林协会大曼彻斯特建设潘兴花园中国园项目设备组,向桥界介绍项目进展,号召桥界踊跃参与项目建设。 英国盛名的切塔姆音乐学校师生和来访的广州义中人艺术团在曼城之春音乐会上演出的中英经典曲目,赢得观众振振掌声。 总领馆馆员与当地桥社合唱歌曲《雪荣花》和《茉莉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招待会现场滚动播放《美丽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视频。 郑总领事陪同嘉宾参观了中华文化展示区,欣赏中国书法、古征、茶艺等现场表演。 品尝精美中华美食,并亲自书写福字赠送来宾。 活动中,来宾接受了采访。 同学们,大家好。 借这个机会,我代表中国驻曼城市总领馆,向全体同学祝贺新年。 祝大家诸年吉祥,万事无疑。 那我们今天是在切腾谷音乐学院举办曼城市的新年音乐会。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学校,来举办我们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 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和我们切腾谷音乐学院打造一个中英人文交流的平台。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进一步深化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同时也回顾我们革命导师的教导,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思维主义思想的认识。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我们的工作。 我相信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这个海外的侨胞能够随时的祭起我们的故土, 祭起我们的祖国,让我们共同的来为我们伟大祖国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来祈福。 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我们伟大祖国建立七十周年。 以上内容来自曼车斯特领区学联,实习媒体通讯社的报道。